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时看周刊的报导 讲到社团歌汇情形 人有些名字他也是叫大哥大 他们写到胡苏勇哥哥很不得了 威震整个江湖不得了 勇哥我见过一次 因为警察文去世 我们在殷儀馆 那次他有来送殷 我见过他很不熟悉他 但我知道维敏哥和胡苏勇很熟悉 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勇哥我和他超过45年 哇 45年 他在望角游马 在望角游马 在望角游马 那年代他是九江鸡 他有一个堆的大佬 亦是十四几年 他和我差不多同胃 我做他一点点 我做勇哥一点点 勇哥一直在江湖上 他很少出来和人打打实神 很少打打实神 这个人也是有情有疑 尤其是他对兄弟 对自己的弟弟也有情有疑 他是不是很能打打 我还没见过他打过架 我想胡苏勇 他起码肯定不够我打 哈哈哈哈 但他做人 他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九江鸡是搞得很好 等于我们的红发生 都是元老级 跟我们那一代 为何我看周刊报导 写到你和九江街的人很熟 但你本身不是九江街的 应该 我不知道和九江街 我和整个红发生 任何一堆的大佬我都熟 因为以前是小陷迷 以前年轻时常是陷迷 大家都懂 外面有些事也是陷迷 除非自己人打自己 想到你什么堆 你什么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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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都不想这些 但是勇哥呢 他在聚山的时候 他把九江街都做得很好 做职法非常之好 那些跟他的弟弟 我都认识很多 每个都很专记 胡苏勇 但是这个兄弟是值得人尊敬的 一不闲 我分明想明白 没错 他有种 帮你不帮亲 他的儿子和别人吵很多次 是吧 他的儿子和别人吵很多次 是吧 但是他都 搞到 先清楚搞到 我记得 那时候刘哥 刘哥 刘哥也是九江街 刘哥也是九江街 我老表是刘哥 大家都告诉我 其实刘哥 刘哥 几乎已经管到佛山香港一半了 你只是吹水 吹水 吹水 刘哥 刘哥 和别人吾瑞 靖哥 你ס零 那时候 1996年代 � 帝哥 门下 五大天王 包括我在内 游仔 高飞 沙瓶 培哥 巴拉培 陈伟敏 五个 这五个就是细哥的五夫爵 大家都几十岁了 是吧 其实说到社团有很多东西 不是说你元老大哥就华西士 现在香港社团一般都是 弟弟听大佬的 大佬听大大佬的 我们叫做大佬制 应该是一个伦理 大佬制 有些呢 比较小的 就是听龙头 听龙头说 龙头是一个 明白的 弟弟都要执行的 一般龙头是否说到他画世事 不是 有些大哥 未必能叫到弟弟去做事 叫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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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哥也是跟我的 是的 但我只是听我大哥的 这样也可以 你要我做事 你才叫我大哥跟他说 叫你大哥跟他说 叫我大哥跟他说 除非我们很跟随 不是 所以我们说 弟弟听大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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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佬的 就是大佬制 不分你 你什么堆堆都没有 都是弟弟听大佬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人家呢 就是我看到那些专家 警方的专家 研究黑社会生育专家 他就说 香港人最多的社团就是14号 但是他说14号最惨万 是否正确 是正确 对 书帝有招呼 任何一个社团派都会分裂 是 分裂 14号为什么不分裂 因为14号的组织 没有别人其他社团那么好 那么团结 太过散 你看新月安 多团结 你看公落 多团结 整个都算多团结 为什么洪法山 没有这么团结 因为洪法山 很多我们以前的大陆 都是军队出身 军队出身 国民党 落泥鼠全部在乔激岭 然后才 其实是法治先出到来市区 现在 现在 你在香港 大佬 落在香港来 大佬 命起大过我 但是当军队出身 我上 我是你上司 我是你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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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军队出身大过你 噢 落到来香港 所以 就算是大哥 你都不可以指我上级 所以变成了 你不是我上级 我不是你上级 变成了 不团结 没有学老生 公落 水房 都这样团结 可以说追不团结 就是法山 追不团结 应该是追不团结 最大的 追不团结 就是等于山口组 山口组是日本 黑社会 全部加上一半 是 占了一半 20万 现在不团结 分不团结 分不团结 我又不服你 你又不服我 就分次 那时候我记得 山口组立一和会 文哥又牵涉在里面 我牵涉在里面 一个月 结果脱了身 真的没事 那次 人家被我问你 是否你帮余来的山口组 去对付一和会 是 为何你帮余去对一和会 因为那时候 山口组的龙头 你也认识的 是Taka Laga 竹宗静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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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和他好朋友 竹宗静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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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山口组的会长 即是龙头 龙头 后来 因为另外一个老百姓 差不多这么厉害的兄弟出来 我又不服你 你又不服我 就分裂了 好 我将我兄弟 因为那个时代 山口组最大 就是一个 你一个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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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最多 所以他出来 所以 我做不到会长 我要选 我要做会长 我选不了会长 后来 选不了会长 选不了会长 选会长的时候 你看到这本书 大家都参加投票 后来 上一任龙头大佬的老婆 都支持这个 最终中正构 最终中正构 就做了山口组的会长 即是龙头 那一和会的会长 一和会的会长 不信你 不信你 脱离山口组 将自己的弟弟 兄弟 出来 另外创一个会 叫一和会 就和你山口组 对着根 那时候 因为一和会的新会长 以前是行动组的组长 所有的工具 全部都在他手上 他很大厉害 所以他醉了 之后 捉中正构 回女朋友的家 在桌子里被人打死了 那次就开始有这件事 开始叫一山战争 就打架了 就输了 一和会的战争 收了没有枪 没有架 没有架 要找我 过去我 有一个Kinsa Kinsa Kinsa还在吗 死了 Kinsa是韩国人 他在夏威夷认识 一个卖枪 美国卖枪很简单 很简单 夏威夷一样 就去买枪 就是我去的 买枪 买枪 寄回 剩下去日本 然后和一和会开战 这样才打洋仗 真是做戏 打洋仗 就是这样的简单 所以一和会很差我 身后都对我好 后来由于这样 我的件事就出现了 即是枪的事 出现了手枪 我老婆又去坐地录 你也知道 所以身后组 当我是要因人 没有我这个差点的车 身后组可能一无被打你 我一和他卖枪 又弄得我好大碌 所以当你是因人 不当我是因人 现在身后会有分裂 有分裂 做大碌 分裂 差不多 现在你对 目前你对哪一堆 我现在是卖哪一堆 我卖神户山口组 我卖神户山口组 原来的正组山口组 有没有能打呢 有没有能斗呢 有能斗的 有能斗的 有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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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能斗 他不敢出来坐在身上 那也是 那这个淫盒 淫盒是在神户山口组 分裂 就不是在山口组 分裂 听不听神户山口组 不听了 不听 不听 其实两个都差不多老彪 要我听你说 我就不用 他那个人多 要是神户山口组 神户山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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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纯日本人 是元老 就是个个都 现在山口组 现在私隐的人数多不多 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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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户山口组 没有那么有钱 神户山口组 基本上神户山口组 是日本山口组 是最初 正宗 正宗 人和山口组 就是在神户山口组 分裂出的 没错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现在也是神户山口组的朋友 我也是神户山口组的朋友 但我现在不是神户山口组 因为我大陆已经退休了 他退休了 等于我也退休了 他现在干什么呢 习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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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佬才入� sehr 习惯会长 在习惯会长 这些地方我不清楚 但他住过家是什么都挺好的 武功联律会长 他寻习会长 他有和� ben 多三个瘟 cleanup 他就像个女人似的鱼与鱼撿到不美不出来 西装弹瘦,真的很过瘾 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 他带我们去玩 我有一个好处 我人人很好 没什么人认识我 他看到我都很想跟我做朋友 人家,不准带出街 会长在那里可以 很多人不明白 你问韦敏哥 原来日本的职场是不准卖中出街 不可以出街,是我才可以 真的不准出街 你收了工的门口等 否则不可以出街 是我的家 整条街都是... 我们过马路 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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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计划 全部都计划 VIP 老百姓知道这些是黑社会 他不跟你搞 他又不搞你 他又不搞你 他又不跟平民搞 日本黑社会不跟老百姓吵架 那好啊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舊的尖沙咀 你曾经跟四楼帮的小楼 有冲突开枪 是 第二就是跟苏师傅煞气 第三就是遇到... 你现在结了一拜 老友记了 他就找人来伏击你 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小楼 大家喝醉酒而已 没有愁口 你说过 在网上说 K.O.我那个 他说出了被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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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是他说 网上跟他作也不定 网上有些人喜欢作 有些人作 未必是他说 所以要先声明 是不是他说 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网上有人这么说 有些老想想 他也不会说 你跑什么K.O.我 我不K.O.他就算好了 我打了几十场擂台 你一场都没打过 对不对 你到时候先笑 他当时是不是说 他那个徒弟留你打 当时是个徒弟留我打 想吃命 叫什么致命 好像叫陈善 我说这些小孩 他说你要跟我打 叫你师傅跟我打 你没有资格跟我打 好了 够钟 一会儿再来 一会儿再来